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底下的标下的很好 因为台积电原先就预估2022年三奈米它要做量产 各位所以说明年做一个市场 各位非常的合乎预期 各位这也是今天台积电技术论坛 法人最重要要问的关键 各位因为三奈米是目前三星砸了十倍 这个资本设备支出的钱 希望能够在2022年去跟上台积电 甚至于超越台积电 所以如果台积电是按表超课的话 各位其实依照我的一个看法 我才不相信三星 跳过7奈米跳过5奈米 你说两年后要在3奈米这边要赢台积电 我觉得是吃人说梦 当然今天还有准备更多更多的一个产业面的东西 跟各位做分享 希望你上下半段都要认真听 来各位蔡老师的祝福先做一开场 希望你放在心里 中心的祝福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因为这是无价的 所有有价的蔡老师都可以帮你创造出来 股市帮你赚钱 其他的你自己去买就好了 各位我说市场在做什么 你一定要知道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就是瞎着摸象 也就是大盘涨你就去涨的理由 大盘跌你就觉得大盘跌要死了 你就去找空的理由 各位通通都是落后指标 各位昨天蔡老师的节目 都跟你讲的非常的一个仔细 包括我节目结束之后 又接受记者的访问 记者再附送一遍 为什么 一二五六三 上礼拜是下沙的多空基础线 结果上礼拜五拉到 一二六零七已经站上了 代表这个礼拜都要涨 各位对不对 昨天开盘给你开一点低盘回撤 回撤在多少 一二五六七 还离五六三还有四点 代表回撤完毕了 多方掌控 各位多方掌控全局 不就是火种吗 所以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火种已经点燃了 开始烤肉了 各位我们开始吃肉 你不要被烤 各位 现在已经开始吃肉了 你知道吗 来 我说 这个 各位 时间 方向都要掌握 对不对 时间掌握方向更要做对 莫戳陀 百了少年头 空碑切 各位 这个是满江红的 上半段的最后三个 三句话 但是蔡老师把这个莫等弦 把它改掉 把它改成莫戳陀 各位为什么 因为蔡老师不习惯等闲 各位 我说莫等闲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等庄 我不是在教你赌博 虽然听说昨天 这个国际的游艇公司 嘉年华大涨了10% 因为美国的疫苗 好像慢慢的越来越清楚 11月3号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好像川普政府无论如何 都要让美国人民先行接种 所以跳过了所有FDA 所有的繁琐的一个手续 各位 所以国际游艇大涨 赌场股也都大涨 各位 但是蔡老师不是教你压闲或压庄 因为我习惯是透视庄家的心态 也就是法人在想什么 法人应该是庄家 你不要跟我讲那种小阻力好不好 十几亿几百亿叫做阻力 笑死人 你在国际上 那才一两亿美金而已 没有人在看那种小人物 各位你知不知道 你要透视台股庄家的心态 各位你知不知道 来 苹果 庄家吧 8月18号蔡老师跟你讲 占上467.77 市值就是超过两兆 当时最高才464 你说老师 你是不是说苹果要大涨 没有想到我的讲法 你吸收了 各位 没有想到蔡老师赚钱的idea 你总算清楚 各位 8月19 苹果来到468.65 创新高了 到达两兆了 8月20 473持续的一个走高 对不对 8月21 也就是上礼拜五 来到499 涨完了吗 上礼拜五涨5%而已 各位 更恐怖的是 昨天 拉到了515 各位 每天一苹果空头远离我 有没有 每天一苹果医生也会远离你 疾病也会远离你 因为人家说吃苹果是很好的一个什么维生素 所以说大家鼓励吃苹果 吃要吃台湾苹果 不要一天到晚都想要吃日本的一个亲生的贵的苹果 不用台湾的水果很好 各位知道吗 所以我跟各位说 有人说他是手机品牌第一名 美国苹果库克就笑了 还要验证什么 这不就是庄家吗 各位 这不就是蔡老师刚刚跟你讲的 来 莫等闲 那有在单闲家 大家都在等庄家 懂了没 你要不要等庄家 各位 科技类股昨天再创历史新高 道琼也来了 来到283.1 28314 各位注意 这边有一个缺口很大500点 今年2月21到2月24 也就是美国股市 巴菲特开始心脏病拆点并发的时候 开始熔断的时候 各位记得吗 28892 28892点到28402点 2月21到2月24 过一个五六日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 其实往往 要变盘 要崩盘 都是礼拜五 然后六日再加上坏消息 礼拜一就决定了 杀 各位你知不知道 换句话说 如果礼拜一是涨 昨天不是涨39点吗 你想说老师 这原先中红变小红 那是你不懂 庄家的心态 我都不跟你争 我都希望你是对的 好不好 我都希望今天跌死 各位 结果今天跌吗 我们请导播打出来 今天是不是收了一个很漂亮的数字 涨111点 收在12758 怎么办 各位 来 上礼拜五就跟你讲多少 12563 怎么算出来的 不是算给你看了吗 有吧 跟我讲技术面 太低了吧 各位 Label太低了吧 我们不在等闲家 我们都在等庄家 各位你知道吗 来 礼拜一昨天押回来 是不是12567 对哦 来 是不是 好来 今天8月25盘中 12778为什么重要 注意看 回补8月19跟8月20的一个向下跳空缺口 回补了 换句话说上礼拜是台湾股市大跌 你解读不正确礼拜四礼拜五 昨天跟今天全部都是在吃黄莲 有没有办法解读我不知道 但是雅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为什么 你方向错误 严重错误 被淘汰了 瓦特啦 上海话 哎呀啦 差嘛啦 各位你知不知道 来 今天的一个台股最高涨197点追价了 我的想法 我的看法 就是法人的看法 就是法人的想法 这样你懂了没 我今天还扒给全球参加蔡老师的学员 因为今天这一点 9点半赢这一点 其实实际上是赢0点5点而已 蔡老师的顶级学员都知道蔡老师在讲 因为我教他们怎么看大盘 我发现很多同业的分析师 连看大盘都不知道 一天到晚都推荐标股 然后推荐不好又看空 全部都俗话头后头头 各位啊 又不跑公司跑产业 凭什么帮学员赚钱啊 各位啊 更遑论你连盘涨跌都看不懂了 各位 所以我才会跟各位讲 你真的好好的心平气和的 去看所有的节目 我相信你应该能够找到 能够帮你赚钱的老师 各位知不知道不见得是我 因为蔡老师已经学员太多了 都收到美国去了 还不多吗 各位来 是不是今天回补了 最高12814 8月20才卖146亿 这在怕什么 外资有撤退吗 礼拜五马上回补56亿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说 这是溜狗理论嘛 叫你们听金管会主委的话 你们都不听 狗有时候会跑在主人前面 有时候会跑在主人后面 对不对 但是狗是这么大的狗 罗威纳 比特犬 跟帐鸥 你会不会溜狗 不会怎么办 蔡老师来教你好不好 这不是热钱吗 这不就是决定台湾股市 创新高的本钱吗 不然股市你可以靠念力 就像120年的一个 120年前庚子之乱 八国联军之前 白联 是白联教没错吗 对不对 刀枪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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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啊 这真的是神经病啊 各位啊 股市啊 一定要钱才能堆上去嘛 钱不是都在台湾 那你还有什么不懂的啦 各位啊 股票就轮动嘛 怎么会去看空大盘呢 所以我就说看空大盘的 我都不跟你争 是啦 你是对的 其实是我懒得跟你争嘛 各位争引你啊 我一点也觉得不精彩 股市本来就有买有卖嘛 对不对 所以未来台湾股市怎么看 从来不改变五个月了 还是这个字送给你 台湾百年机遇来临 你自己不好好的把握 台股新高 涯眉土气 你自己不好好把握 那有什么比现阶段 更简单的盘 没有了啦 各位真的没有了啦 没赚钱就任命了吧 各位 不然台湾股市涨到 一万五一万六 都没有你们的份 更不要说你跟错老师啦 各位 信心就是你相信 那看不见 但结果看得见吗 这就是信心嘛 台积电今天技术平台 讲的东西 我就不用附送啦 列地有观点吗 产能都满载 所以我就说可成 他卖掉 大陆的厂房很好 不要再去买公司 你来向台一台南人 对不对 好来向台南的土地 连爱斯摩尔也在南科 各位为什么 台湾这个武汉的红星半导体 听说爱斯摩尔出一台 光刻机过去 他们没钱了 大陆半导体真的遇到平均 因为他们都靠补助 所以马上去银行抵押借钱 所以当初台积电的大工程 帮台积电带了200多名研发人员 这个大工程 被挖去大陆嘛 对不对 红星半导体 他也摧心了 这个执行长 回来吧 台湾欢迎你 不要再一天到晚在大陆了啦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来看看台积电今天来到436 我是不是跟你讲急杀才是买点 你会买台积电的吗 各位我告诉你还是不会啦 各位台积电的事 欢呼一下口号吧 相信政府相信全王台积电 相信当家的 听说我们蔡总统民调很高啊 恭喜哦 各位 股市里面你更要相信蔡丰盛老师 知道吗 来台积电的事就不说了 一人一张台积电就台股 对不对 88天可以帮你创造一倍的获利 全市场谁比蔡老师更专业 这都有评有据哦 各位 没有台积电就没有新台湾嘛 感恩台股 感恩台积电 感恩投资人 来联发科也一样 明天高盛要举办法说会 今天会跌吗 不会跌 为什么 蔡老师讲的 明天法说会在这里 包括联发科 包括雅德科 包括自茂 包括大学光 包括什么 力望 这都我喜欢啊 为什么 我产业有研究嘛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你再来看看MVD啊 昨天历史新高 AMD也一样持续的一个走强 来 我跟你讲的华琴 你看 173 8月21 193 昨天 来 你也许觉得说老师怎么长那么高 不是很多老师说空头 怎么还会有这种板卡的主流 各位华琴今天说多少 导播辛苦一下3515 让大家干净 来 说最高 2013.5 历史新高啊 各位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嘛 在蔡老师的一个什么 信任圈的持股 这个比比皆是 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为什么我都挑好股票 让你赚 为什么不会历史新高啊 各位啊 还在看空大盘 笑掉大牙 各位啊 还有什么好比的 没什么好比啊 所以我跟各位说嘛 来 产业选股真的很重要 这是一种冰与火的差别 你还要水生火热吗 各位 每逢周二喜事多 今天晚上5点55分 蔡老师要讲这个 新产品上市跟大咖IPO上市 会带动什么相关个股 你自己好好的去看 她是谁 什么是信任圈 知道了吧 蔡老师来帮你搞定台股 你没办法的 没关系 电话拨通 六字大明咒念一下 枪在手 跟着蔡老师走 我们把节目时间 先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后来继续请蔡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 严慎帮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曾伟 各位 其实这礼拜的一个台股 应该非常非常的值得期待 为什么 因为把空方整个现在上礼拜 是重挫的一个什么 一个梦境里面 然后久久不能自拔 为什么 因为今天回补缺口了 所以空方已经整个战恶金刚 摸不着头绪 那更恐怖的是什么 因为盘后的消息还会再陆陆续续发 我们的护国神山 台积电的好消息 听懂了没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要不要产业选股 你不了解产业 你在股市里面都是瞎着摸象 当你了解产业之后 你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 可以超多所有的技术层面 包括什么消息面 包括所有主力大户给你的牌 你可以通通不要了 因为你可以走得很正当的路 然后去赚到钱 各位你知道自己研究吧 不要再一天到晚 那有好的拜我说一下吗 各位啊 人心不足舌吞向 就是因为你这种贪念 你看社会上金光党才那么多 那么多人诈骗的手法 都是用月曆高曆年曆 管理事在赢你 一开始就叫你好康的 对不对 然后后面又开始 买户买惨 这样要抵下去一遍 要好去啊 各位啊 你知道莫忘事上苦人多 你还有储蓄啊 你已经赢了好几亿人啊 不要再说自己还要啊 再啊追上王永庆 追上郭台铭各位 那也是他们的祖上积德 然后到他们这一带才发阳光大 哪有什么能力啊 各位啊 你懂不懂啊 那都是行善积德来的 真正要赚钱是去布施啊 各位你知不知道 所以说在股市里面这个游戏 你不要被人家予取予求 你莫等闲 因为我们要等庄 各位知不知道 来 忠心祝福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各位知不知道 不要有战事希望世界平安吉祥 各位好吗 股市发财听蔡老师的话就是产业选股 就跟你讲MVD啊 就跟你讲AMD 下半年新品一大堆 你都不相信板卡三雄 这蔡老师是不是天天讲 今天华琴飙了 203.5再创历史新高 各位还没完呢 这都写的嘛 你不懂华琴你怎么会买 我问你 你理解吗 这怎么来的 蔡老师设飞飙来的吗 蔡老师看技术面来的吗 不是 蔡老师跑公司跑产业得来的 然后相对低点 让我的学员朋友去赚 所以我们一点都不投机 我们是实打实 各位你知道吗 人家跟蔡老师讲的名牌 有没有 这老闆说什么 起码一天一两百通 我都不当一回事 为什么 那要害人的嘛 好 自己去买 好 又串出来 你去买菜的时候 老闆送一个葬 没有啊 我送你葬不葬 我告诉你说这次败的 去这样你要听啊 各位 他如果准的话 他还卖你菜啊 各位啊 开玩笑 笑死的 笑掉大牙 各位 来 技家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2376的技家麻烦导播 让大家看一下 因为收盘 都听说就又在垫高 对吗 91块5 今天最高917 来 各位 利多都在这里 超微晶片助阵 有没有 有吧 维新也一样 昨天除息4.2元 你有没有研究 有没有研究 这都历史新高 连续两个月 6月7月 各位 今天维新收盘 145.5 也是最高加4.2 大概150块 对 145.5 对 没错 有没有研究吗 你看维新 还很有心机 他9月3号要推新品 为什么 因为9月1号 灰打9月2号 英特尔 赞 代表公司 应该说公关部有用心 各位 对不对 也不能讲司马昭之心 因为司马昭之心是不好的 因为他要窃天下 各位对不对 这个是均值坦荡荡 公司好 好 营收也都好 所以配合上游的一个美国 NVIDIA AMD 对不对 包括英特尔都要推新品 技嘉也要推一个好的笔电 赞 这不好吗 各位 那你怎么知道 蔡老师上礼拜不是跟你讲 土产丰盛 但必须要平扭的勇气 这什么意思 凡事你都必须要付出代价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你要做个聪明的投资人 然后枪在手跟着蔡老师走 不就这样吗 难道蔡老师给你宣传投机的观念 叫你去当冲 我又不是那个主管机关 还讲了39% 讲了大义凛蓝 怎么不去算算当冲的 有谁请家荡产 还当冲会赚钱 真是够了 各位 来 你看看上礼拜 105级 2603长龙 各位有没有看到 上礼拜 礼拜四是不是一样大盘震荡 然后又怎样 有大买吗 有没有 昨天 最高15块4 有大买吗 你自己看 今天长龙 差两毛涨停 16块5 是不是再创新高 我问各位 消息面利多出来 要涨价 自己去看蔡老师的节目 youtube like at TG网站 尤其国外的投资朋友 你如果现在晚上你看蔡老师的节目 你可以加入蔡老师的like 用like跟我们的小编取得联系 然后我们再打给你 然后先给你说一下晚上好 对不对 晚安 对不对 凌晨多你还在看艺人新帮代表你来行的 各位 知不知道 youtube把它加一下 搜寻屏风 点击订阅跟已订阅 未来所有东西都不会落实掉 对不对 所以蔡老师跟你讲 我有资格讲花银 欢迎美国股神来吧 来做多台湾股市吧 我也要抗出台湾 我也有资格讲台商 你回来台湾家乡 家总是要回的 对不对 所以台湾的一个台股黄金八年半 你要不要继续赚 消失的2020 台湾崛起了 这是宿命 所以你再来看看 智邦 你说老师你怎么知道这个大盘 这个要转折 我告诉你 题材故事最重要 故事才是关键 你看智邦 8月11号这不是破底吗 破颈线吗 我跟你讲说会涨就会涨 你都不相信 来你看今天智邦 8月25 248 从207到248 我问你 蔡老师是不是创造传奇的 不是 我只是发个小心愿 想要帮助散户 叫做散户的守护者 知道吗 连续9天大买 法人是不是大买 所以我问各位 是不是相信蔡老师 跟你看到的不一样 没有阅读就没有灵魂 各位 包括很多的个股 蔡老师跟你讲 唯有领先布局才能 超前布局才能领先法人 什么样的电话号码是你必须的 赶快拨通 枪在手跟着蔡老师走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有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的 个别有价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